caminho她 好 大家好 大家晚點日的帝王姐妹早安 謝謝Belaka給予我們分享 因為予我們市場沒有短期 而Communica,我認為他給了 週六通 14的省號 但我就給了不同展規 我們先來重溫這個希伯來書 來到十一章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章 因為十一章大家都知道是講信心 為什麼來到十一章要講信心呢 其實整卷希伯來書的邏輯走向是怎樣 一開始的時候他就講到基督比天使大 然後講到基督比摩西大 然後就講到因為基督的緣故 所以我們有一個更美的新約 有一個更美的家鄉 也因為這樣的緣故 基督是我們更美的中保 一切都是更美更美更美的 所以來到十一章的時候 就是講到更美的信心 所以我給他十一章整個總標題就是更美的信心 連信心都要更新 因為有一個新的約 因為有一個新的家鄉 因為有一個新的盼望 所以連我們的信心都要天天的來去更新 得著一個更美的信心 為什麼要得著更美的信心這麼重要呢 我將十一章分了兩個大段落 第一個段落就是第一節 一直到第十六節 一到十六節就告訴我們 更美的信心能夠看見神 然後十七節到最後就是 更美的信心可以勝過世界 勝過苦難 所以這個更美的信心很重要 因為我們都要得著一個更美好的生命 更美好的在我們的前面 但是我們怎麼可以得著這些更美好的東西呢 只有一個方法 只有一個方法 只有一個條路 就是信心 所以我們要來看這個希伯留書十一章 我相信希伯留書十一章 會成為我們信心的一個加強制 也是很寶貴的一章的聖經 我們先來看 所以十一章很特別 劈頭第一句 他都不跟你鬥勸 都懶得說任何其他的引言 劈頭第一句就是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古人在這信上得了美好的證據 我們恩著信 就知道諸世界是直神話造成的 這樣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劈頭第一句就說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我們很喜歡背這一節的聖經 甚麼意思呢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即是告訴你信是甚麼來的 信就是一個所望之事的實底 這個實底是甚麼來的 中文好像很甩咳 實底是甚麼來的 其實英文可以翻譯成substance 即信就是我們所望的 所盼望的事情的本質 那個substance 而substance是甚麼意思呢 其實即是兩個字組成 sub和stand 甚麼叫substand呢 我們走過隧道 我們知道隧道叫subway 我們知道潛水艇叫submarine 其實sub這個字的意思 即是在下面的意思 stand就是暫立 意思即是我在下面暫立 甚麼意思呢 信心就是根基 信心就是我們對一些未見的事情 我們相信的時候 就等於我們將我們站在那件事之下 托著那樣東西 讓那樣東西成真 這個就是信心 所以信心就是那個substance 信心就是那個未見到的事情 那個未見到的事情是甚麼呢 其實就是希伯留書前面所說的一切 就是更美的中保 更美的藥 更美的家鄉 更美的城 天上的更美的永生 這一切東西 究竟是不是真的會得呢 是不是真的有的呢 那個內容是甚麼呢 原來信心就是這一切 信心就是這一切 我們所盼望的東西 那個根基 那個托著它成就的東西 亦都是它的內容的具體 所以如果沒有信心 即是說沒有了那些東西 如果有信心 那些東西全部都有 所以信心它雖然好像很細 雖然好像摸不到 但它很重要的 這個重要度是甚麼呢 就是信心就好像一把鎖匙我給了你 但這把鎖匙呢 只可以開一道門 但這道門是甚麼門呢 這道門是一個寶藏的大門 所以如果你用這把鎖匙的時候 那道門一開的話 裡面一切的東西 金銀財保 數字不盡的財富 如山一樣堆積的東西 全部都是你的 但沒有了這條鎖匙的話 那些東西就算在那裡 都等於不在那裡 這個就是那個信心的事情 它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信心也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這個確據呢 如果我們用廣東話說 這個就是我們未見的 將來要得到的鎖匙 真的好像那條鎖匙一樣 你有這條鎖匙呢 你就擁有了這個寶藏 但你沒有這條鎖匙的話 寶藏就與你無關 所以信心就是這個 開啟這個寶藏的鎖匙 你只要緊緊地抓住它 在你的手中的時候 你就知道將來必定會得著 這個就是 當然你要相信這條鎖匙 如果你不相信 你將它砍掉它 或者什麼 那也是沒有的 對吧 所以這個就是 保羅的邏輯 信就是這個所望之事的實底 美見之事的確據 即是說 只要你有信 你就一定可以得著 這些將來的東西 這個也是進入 這個更美的 應許更美的 景地當中的 唯一的方法 但是你要放心 因為 大家總會 立刻就問 真還是假 光頭牧師 你給我這條鎖匙 又說這條鎖匙 可以開啟這個寶藏 真不真 對嗎 所以 如果在這個時候 給你的鎖匙 告訴你 真珠也沒有那麼真 因為以前 有人去過 有人得過 那你要不要 你一聽這句 就覺得很不同 不是吧 有人得 等於很簡單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住世好方 只要你跟著這個好方法 就可以減肥 減到又快又健康又美 還有錢收 怎麼搞的 有這麼好的東西 你當然問有沒有可能 但如果我告訴你 誰試了 得了 誰誰試了 得了 誰誰試了 得了 你的信心是不是不一樣 如果再加上 這個誰試了得了 那個人 還是你認識的 你會怎樣 因為我們沒有課 現在很多童工都 都在行新童飲食 我們看著他瘦 真的 越吃就越瘦 真的 但是我們認識這些人 昨天我們才退休回來 跟貼心牧師聊天 貼心牧師的 這裡是分堂 分堂有什麼好處 就是可以爆一些舞堂 他們不會爆出來的東西 就是貼心牧師說他的體重 由82公斤 落到62公斤 你是不是 抹大口 然後我們說 這麼厲害 然後我們找回以前的相片來看 哇 這個腫成這樣 跟現在的貼心牧師 好像兩個人一樣 你看到這件事的時候 你第一個心裡面 就很有衝動 就是 喂 他也可以 那就是我也可以 是不是 所以這些舉例是很重要的 這些見證人 是很重要的 現在他告訴你 信心就是這條這樣的鑰匙 信心是所未見知事的實底 未見知事的確具 那這個確具裡面的時候 原來是有些人已經走過 已經經歷過 所以當他們看見這些人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就不一樣了 第三節 所以第二節就是 古人在這個信上得了美好的確具 古人在我們以前的人 已經走過這條的路 那他就開始舉例了 第三節 我們恩著信 知道諸世界是值神的話造成的 這樣所看見的 並不是從顯然之物造出來的 其實這個信心還有一個功效 就是恩著這個信心 我們就得了一個知識 這個知識就是我們明白到 原來這個世界是藉著神的說話來造成的 因為神說要有光就有光 神說水之間要有空氣 事就這樣成了 神說什麼就怎樣 神說什麼然後世界就造成 是不是 神看著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上是第一日 是第二日是第三日 所以整個世界是藉著神的說話來創造而成的 神的說話是怎樣的 說話是看不見的 所以如果我們恩著信 我們如果信這一段聖經的記載 這個信心就讓我們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看得見的世界 是由一位看不見的神所創造 而且他是用看不見的言語 創造這個世界 由此我們也看見 神的權力是何等的大 因為整個物質界要聽他的說話 吩咐 你想想 我們很喜歡看一些英雄片 英雄片裏面有各種各樣的超能力 都讓他們目瞪口外 如果有一種超能力 就是你說什麼就成的話 是不是更超能力 也比不上 因為他說什麼都可以 說什麼都可以 說什麼都會變成真的話 那就真的不得了 是不是 我不知道 如果你用一些超能力 對著他 如果他講什麼都可以 他對著他說 死 就死了 活 就復活了 那你想想 是不是無敵 所以 原來這個世界 我們如果真是信神 我們認識神的話 我們就知道 世界上 今天看得到的這些物質的東西 算不得什麼 能夠吩咐他 讓他成形 讓他能夠成為一個架構 那個才是更厲害的 那個是看不見的神 所以諸世界 今天我們所看見的一切的物質 是藉著這個看不見的神 架構而成的 只有信心 能夠看見 能夠明白這件事 然後第四節開始就舉例了 阿伯拉罕恩著信 憲制與神 阿伯恩著信 憲制與神 給該人所獻的更美 因此得了 清義的證據 就是 神指他的禮物 作的見證 他雖然死了 卻恩著這信 營救說話 第一個舉個例子 就是阿伯和該人的例子 阿伯因為信神 所以他所獻上的是一個更美的祭 什麼意思呢 就是兩個都來到神的面前 憲制一個有心一個沒有心 一個對神將最好的獻給神 一個敷衍神 所以 將最好的獻給神 那個就是有信心的一個 因為他真的相信神是活著的 他真的相信神是赐福的源頭 他真的相信 當他這樣跟神建立關係的時候 他的人生會變得更美好 所以他將最好的獻上 這個動作這個行為 顯明了他對神的信心 因著這個信心 所以阿伯所獻的祭 是一個更美的獻祭 今天我們都要問自己 我們今天的獻祭 是一個宗教上面的 認酬式的該人的獻祭 還是阿伯一樣從心底裡 因為愛神 相信神 而將最好的擺上呢 兩者所帶來的結局呢 是截然不同的 大家都獻祭 宗教上的行為大家都滿足了 但是 所帶來的結果 它是天差地遠 因為信心的緣故 因為一個是敷衍式 其實為什麼你會敷衍呢 其實敷衍就是因為不信 小朋友都知道的 為什麼做功課可以 弄敷衍做 我不信老師會罰我 我不信這份功課 弄了對我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不信的 為什麼有些小朋友 又會很認真做功課呢 因為他相信 功課做不好 老師會罰的 因為他相信 功課做好 他考試才會高分的 我才會適應的 這兩種的看法 其實就是兩種自然不同的信心 所以阿伯擺上的 是一個更美的憲制 因著這個憲制 神指著祂的禮物作見證 意思就是 神都為祂蓋章 神都會告訴祂 神預納祂 所以這個證據 這個見證就是 神都親自地說 祂的信心是可以的 也都是因為這樣的信心 祂雖然死了 因著這個信 他被淘汰了 雖然死了 他被流血 被他哥哥哥人殺了 但是他的血 在地裏發出聲音 所以你發現 他究竟是否真的死了 有沒有見過死人說話 沒有的 所以其實因為這個信 因為神的緣故 神看重他 神愛他 雖然他已經死了 但是他仍然說話 甚至因為神的緣故 他雖然死了 將來終必復活 這個就是更美的信心 帶來更美的盼望 我們要在更美的信心裏面 看見究竟什麼是生命 世界是藉著不可見的神 而構造出來的 所以生命也在不可見的神的手中 生命的完結並不是一切的終結 因為背後還有一個不可見永活的神 他可以將我們復活過來 生命不在物質界的手中 生命在神的手中 這個才是一個更美的信心 更美的體見 跟著他再說 以諾恩著信 被接去 不至於見死 人也找不著他 因為神已經把他接去了 只是他被接去以前 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名證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人 必須信有神 且信他上前那尋求他的人 再說以諾 以諾很出名在舊約裡面 與神同行三百年被神接去 為什麼神要將以諾接去呢 因為當時的世代裡面 以諾是唯一一個信任神的人 他被神接去的時候 人在地上找不到他 因為他已經被神接去 他沒有在地上經歷死亡 再被神接去 但他被神接去之前 其實已經所有人都知道 他得神的喜悅 因為他與神同行三百年 神去到哪裡 他就去到哪裡 他去到哪裡 神去到哪裡 總之他就黏住神 黏住三百年 然後神就將他接去 他就不再在地上走動 所以呢 其實他這三百年裡面 已經得了神喜悅他的名證 在那個世代的人 所有人都知道 以諾與神同行 即是他已經去到一個地步 就是走到哪裡的人都知道 神和他在一起 這個就是他的美好的見證 聖經這樣寫 以諾與神同行三百年的時候 所指的是那個世代 所有的人都看得出 都知道 這個是一個千真萬確的一個證據 而這個故事裡面 以諾最後是被神接去 也都是告訴我們 生命的確是在神的手中 所以 但是為什麼以諾可以得著一個 這麼相好的福分呢 就是第六節 人非有信 就不得神的喜悅 以諾因為呢 有神的喜悅 神與他同行三百年 與神同行 得神喜悅 原因是什麼呢 是因為信 如果人不是有信的話 就不能得神的喜悅 因為到神面前來的 必須要信有神 神是一個不可見的神 如果你不是用信心去相信他的存在 你看都看不到 你怎麼與他同行呢 所以這個信就是那個 那個的確據 那個的substance 那個的實質 神是看不見的 但是你相信 祂是存在的 你才會 能夠跟著祂 與祂同行 對不對 如果你不相信的話 你不會 你沒有辦法跟一個看不到的 是不是 今天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的 是不是 如果不是用信心的話 其實原來我們很多簡單的事情都做不到 譬如我舉個例子 你出門口 你怎麼知道 升降機一定可以把你帶到去 它不會困住你呢 其實這個也是信心 如果你不相信 不相信不過升降機 你會走樓梯的 是不是 就是你覺得 哇 今天這升降機一定是神的 一定會困住我在裡面 那你還會不會回答 你一定不會的 那你就走樓梯 那你出到大門口的時候 你要上一輛車 一輛巴士 你要上一輛巴士 你要去平安將你載到目的地 你才會上車 如果你臨上車 那一刻 突然心裡有一個很大的感動 就是這輛車一定會撞 你上不上 這輛車一定帶不到我回去上環 它在中途就會車位人亡 你還上不上 你不會上的 你就是因為有一個想法 有一個信心 就是這輛車一定會把平安帶到那裡 那你才會上 甚至你認為這輛車是去那裡才會上 對嗎 否則你會搭錯車 對嗎 所以信心就是這樣的東西 我們必須要信有神 才能夠來到神的面前 否則所說的一切都是白說的 如果你不信神的話 祂的賞賜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就像剛才我們較早前用的例子一樣 我給你一條鑰匙 告訴你這個可以開啟寶藏 你不信的話 這條鑰匙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寶藏跟你有什麼關係呢 不是那個寶藏不真 而是你跟它沒有份 不是說那樣東西 我信它就有 不信它就沒有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們比神更大 不是 而是那個信心是什麼呢 那個信心是建基於 我們對神的了解和認識 我們是不是相信真的有神 因為我們相信有神 所以神說的一切都是真的 就像我告訴你 有一個寶藏一樣 如果你信我的話 你就得著這個寶藏裡面 一切的真 不是說你的信心 創造了一個寶藏出來 而是那個寶藏在我的手上 你信我 你拿起這個鑰匙 跟著我指示你的路走 你打開那道門 你就得著了 所以這個就是那個信的意思 我們就是要用這個信心 才可以到神的面前來 而且我們要相信 祂是賞賜尋求祂的人 就是說我們要相信祂的應許 那個賞賜所指的就是將來的應許 那個更美的家鄉 那個更美的藥 那個更美的永生 更美的生命 都在那裡 只要你相信神 你跟著神走的話 那個更美的就是你的眼前 所以你要相信神第一 你要相信神的應許第二 這兩個東西就是我們信心的支柱 相信有神 相信神的應許和賞賜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信心就可以牢固地往前走 阿伯拉罕 第七節 阿伯拉罕恩著信蒙神指示 他未見的事 便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隻方舟 Sorry 剛才我是不是讀了阿伯拉罕 你應該說挪阿 今天眼鏡有點花花 挪阿恩著信 既蒙神指示 未見的事 動了敬畏的心 預備了一隻方舟 使他全家得救 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 自己也承受了那從信而來的義 挪阿也是恩著信 挪阿造方舟也是憑他信字 你想想如果你是挪阿 其實你看這些偉人 你都會發覺 如果你是和他逆地而處 每個都是非凡的超人 是嗎 挪阿如果神跟你說 你造一隻方舟 要建立一百年的 大哥 這個什麼項目 究竟我長命一點 還是他長命一點 這個不再說了 然後神真的很幽默 你造一隻方舟 然後把所有動物 一攻一拿帶來 你聽到這一句 他腳都軟 我怎麼帶所有動物 一攻一拿 捉一隻貓 捉一隻狗 都容易 獅子一攻一拿 玩嗎 老虎一攻一拿 還有一些大象 一攻一拿 我怎麼帶他進去方舟 捉他 談何容易 還有 方舟站在哪 站在山頂上 大哥 你在海邊 在山頂上 站在方舟 在山頂上做什麼 如果你不相信 你怎麼會做一件這樣的事 相信也算了 相信最拿命的地方 就是羅雅堅持這個信念 堅持足一百年 你試試做一件事 做一百年 做一份工作一百年都難 不要做一個這麼需要用信心的 還有 就是我經常都覺得這個真的很幽默 如果我是羅雅的 一打開設計圖 大哥 我以前是建電的 一打開這個方舟設計圖 一看糟糕 這艘船 入了之後不能關門 這艘船的設計 一定要有人在外面關門 這艘方舟才能蓋上蓋子 好了 如果真的有大洪水來 你做一個這樣的設計圖 那到時誰負責關門 大哥 我關門就是我死 全家得救 我死 兒子關門就是犧牲的兒子 難道叫做猴子關門 你想想 你看到這幅設計圖 你還會不會用一百年的時間 去投資下去 做一隻怪怪的東西 但是如果你看回聖經的時候 你看見 我鼓勵你回去 你看回羅雅的故事 當洪水來的時候 聖經有一句說話 是一件很感動很感動的 就是耶穌華親自把他一家關在方舟裡 原來不是設計出錯 是神打算為他蓋上這個方舟 什麼意思 哪個山門哪個犧牲 神早就定命 他要犧牲自己 拯救羅雅的一家 拯救所有的人類 所以方舟代表救恩就是這個意思 因為神代替人犧牲 所以羅雅因著這樣的信心 夢神指示他未見的事 他是因為這樣的信心 敬畏神 他相信這些事情會發生 拿著一個這麼荒謬的設計圖 他都用一百年的時間創造這個方舟 所以他定了那個世代的罪 因為那個世代的人就不相信神 這個人他相信神 相信在這樣的地步 所以當神來的時候 所有人啞口無言 當大洪水來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聲音可以出 因為原來一切都是真的 而且其實每個人都有機會去信 不過大家選擇不信 只有羅雅一個選擇信 所以他得以稱為異人 其實這個異人就是因為他信神 其他的人都得不著 好 接著第八節 阿波拉罕恩著信 蒙照的時候就遵命出去 往將來為要得為業的地方去 出去的時候還不知往那裡去 他恩著信 就在所應許之地作客 好將在異地居住帳篷 與那同蒙一個應許的以撒雅各 一樣因為他所等候的那座 有根有基的城 就是神所經營所建造的恩著信 連撒拉自己雖然過了生育的歲數 還能懷孕 因他以為那應許他的是可信的 所以從一個彷彿以死的人就生出子孫 如同天上的星那樣眾多 海邊的山那樣無數 阿波拉罕和薩拉 都是因為信心的緣故 才走到今天 才能夠成為萬國之父萬國之母 阿波拉罕恩是因著信才出去的 因為神跟他說要出去的時候 根本他都不知道去哪裡 他只知道有神就跟著神 耳朵底死跟神 其實他沒有想過自己會不會聽錯 他就押上全家人的幸福 全家人的將來 就跟著一個不可見的神就搞移民 你有沒有試過搬屋的時候 跟搬運公司說 好 開車了 那司機問你去哪裡 不知道 開了才說 你有沒有人這樣搬屋 阿波拉罕的搬屋其實是這樣 裝好所有東西就走出來 走出來只知道向西 向西走多遠 不知道 一天不知道 兩天不知道 三天不知道 一走走都不知道幾多年 最後去到神要他去的地方 所以這個就是他的信 而且他去到每一個地方 每一站停留的時候 他都好像是一個客裡 一個寄居 他都是住帳棚的 人的建造城 所有的人當時都以建城為最高的理想 每個人都想住入城裡面 阿波拉罕一生住帳幕 他的家鄉吾爾 就是最著名的世上第一座城 但是他不居住那個人手所造的城 他追求的是神 所以他成為一個客裡 成為一個帳棚寄居的人 一直這樣遷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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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他離世的日子 他仍然住在帳棚 因為他所上網的 不僅是神應許給他的這個迦南地 他所上網 他所信心所體現的 還有一個更美的家鄉在前頭 就是前面希伯來須所說的 薩拉也是因著信 過了懷孕生育之年 得著兒子 成為他的子孫 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一樣更多 十三次 這死人都是存著信心死的 並沒有得著所應許的 卻從遠處望見並且歡喜迎接 又承認自己在世時客女時寄居的 說這樣說的人士 表明自己要找一個家鄉 他們若想念所離開的家鄉 還有可以回去的機會 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 就是在天上的 所以神被稱為他們的神 並不以為此 因為他已經為他們預備了一座城 這段聖經說的是什麼呢 其實這些人 剛才前面提到的人 無論是以內也好 是阿伯拉罕也好 薩拉也好 甚至是阿伯也好 還有羅亞 他們都是這種 帶著一個存著信心而死的人 即是他們到死那一刻 他們還是抱著一個這樣的信心 這個信心是什麼呢 這個信心就是他們 仰望將來更美的家鄉 一個更加好的 比地上更美好的地方 這個就是他們的信心 他們所仰望的不是地上的事 他們所仰望的是天上的事 這個更美的家鄉 如果他們所仰望的是地上的家鄉 就有機會回去 即是你走到多遠都好 現在阿伯拉罕很想念 吾爾的 他總有機會可以回去 但是問題來了 問題就是他所盼望的 所渴望的 是一個更美在天上的家鄉 所以他們在地上人生走到盡頭的時候 他們都不會再回去地上舊的家鄉 因為他們到死那天都是存著一個這樣的信心 盼望那更美好的 還在他們的前頭 所以他們就不斷地向前 不斷地向前 直到他們離世的日子 他們的信心還是不斷地向前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說他們到死仍然相信 如果一樣的信念 可以叫一個人到死仍然相信的話 這個信念的力量是何等的強大 但是放在我們面前 是這麼多人都有這麼強大的信心 其實他是想告訴我們 今天我們活著環全流的人 我們的信心不要動搖 因為這些古人已經活出美好的見證 他們可以信到他們人生最後的一口氣 最後的一刻 仍然向前 那我們今天都要得著相同的信心 信到我們人生的最後一口氣 仍然向前 哇這個是一個永不倒退的生命 這個是一個永不退後的更美的信心 所以為什麼我叫希伯羅書11章做更美的信心 就是這個意思 好我們看第二個大段落 十七字到最後 更美的信心可以勝過一切 十七字 阿伯拉罕因著信被試驗的時候 就把以撒獻上 這便是那歡喜領袖 應許的將自己獨生的兒子獻上 論到這兒子曾有話說 從以撒生的才要稱為你的後裔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也他也彷彿從死中得回他的兒子來 好了他再舉例了 阿伯拉罕另外一個的事跡 就是他信心的最高峰 就是他被試驗的時候 將以撒獻上 其實他獻以撒的時候 他真的會打算下手殺了以撒 為什麼 因為他心裡相信是什麼 他相信第十九字 他以為神還能叫人從死裡復活 所以他的信心是什麼 他的信心就是這個兒子 就算我現在把他殺在盆石上面 獻給耶穌華也好 神都會叫他復活的 為什麼 他這個信心是怎麼來的 其實很簡單 他就是相信神所說的話 一定會成就 神說以撒才是他的後裔 而他的後裔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的眾多 是不是 如果以撒死了 這句話不就落空 他只有一顆仔 前面那顆以撒馬利不算是他的後裔 但是以撒才算 就是那顆 如同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眾多的子孫裡的第一 這個第一 如果沒有了 就歸零 那神的說話就落空 就等於沒有說過 但是 他對神的相信是什麼 神說的一定會成就 神說要有天地就有天地 神說要有光就有光 這個諸世界都是這樣創造出來的 所以神說過 他的子孫會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一樣眾多 就一定會成就 所以阿伯拉勘就覺得 就算我割了這個兒子 神也會叫他復活 因為他一定不可以死 他死了我就沒有子孫了 沒有孫了 起碼沒有孫了 那我就不是萬國之父了 我的子孫也不會天上的星海邊的沙 因為我最多都是一顆 那就歸零了 這個就是阿伯拉勘的信心 所以這個更美的信心 勝過一切的試驗 二十字 以撒恩著信指著將來的事 給雅各以授祝福 雅各恩著信臨死的時候 給若失兩個兒子各自祝福 付著張頭敬拜神 若失恩著信臨終的時候 提到以色列將來要出埃及 並為自己的鞋骨留下為命 你看這些人 他們都是看著將來的 臨死的時候為兒子祝福 為什麼他可以臨死的時候 為兩個兒子祝福 而祝福的事情 將來都按照他祝福的 來成全 因為他用更美的信心 看見將來的事 這些人 原來他們都是用信心 現在活出將來 現在看見將來 將將來大到現今 所以原來信心這麼厲害 可以將將來大到現在 所以他就可以指著將來 祝福現在的子孫 而他的子孫也真的信著祝福 往前走 走到他所祝福的景地裡面 所以這些就是信心的力量 若失也是恩著信 就知道他的子孫一定會出埃及 所以他就留下一個遺命 就是你們要將我的鞋骨 帶上這個應去之地 我要撞起應去之地 我不要撞在埃及 你們一定會離開埃及 會出去的 這些就是信心裡面 看見的將來 所以你看到信心的美好 他不單止是 確據那麼簡單 甚至他可以將未來大到現在 然後再講摩西的信心 23節 摩西生下來的時候 他的父母見他 試過盡美的孩子 就恩著信 把他藏了三個月 並不怕黃命 摩西恩著信 掌大了 就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 他寧可和神 那些百姓同受苦害 也不願暫時享受罪終之樂 他捍衛基督受的寧欲 比埃及的財物更寶貴 因他想望所要得的賞賜 他恩著信 就離開埃及 不怕黃路 因他行心忍耐 如同漢見那不能漢見的主 他恩著信 就守如玉節行灑血禮 免得那滅長子臨近以色列人 他們恩著信 過紅海如行干地 埃及人試著過去就被吞沒了 摩西也是一個這樣的例子 他恩著信 他輕看埃及的一切 因為他的行心忍耐 他如同漢見那不能漢見的主 所以你看到嗎 信心可以讓他們體見 那個不能漢見的神 摩西的信心就是他體重神 甚至多於埃及一切的財寶 他們有王子都不做 寧願做一個奴隸 因為他要捉住神 因為他相信神 這個就是他的信心 他寧願放下埃及的榮華富貴 都要與他的同族一起 並且他一生要尋求神 所以他都放樣放樣放樣 到最後他最辛苦的時候 他都是遠遠的要走去尋求神 結果神真的讓他尋見 他看見驚激焚燒的異象 他就起來回應帶領以色列人去埃及 這個就是摩西的信心 同樣的都是他一直看著未來 看著未來 用一個更美的信心 就看見更美的事情 三十字 以色列人恩著信 就圍繞耶利哥城七日 聖唱奏堵塔了 既女拉合恩著信 曾和和平平地接待探子 就不如那世 不信從的人一同滅 我又何必再說呢 若要一一細說 既奠巴拉參孫耶弗他大衛 習武爾和眾先知的是時候 就不夠了 他們恩著信 制服了敵國 行了公義得了應許 賭了獅子的口 滅了烈火的猛勢 脫了刀劍的風刃 軟弱便為剛強 爭戰顯出勇敢 打退外邦的全骨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又有人忍受嚴刑不肯 苟且得釋放 圍繞得著更美的復活 又有人忍受氣弄鞭打 捆鎖監禁各等的磨煉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 受試探被刀殺 披著綿羊山羊的皮 各處奔跑 受窮罰患難苦害 在抗野山領山洞地月 漂流無定 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這些人都恩信得了美好的證據 卻未得著所應許的 因為神給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 叫他們若不與我們同德 就不能完全 接著保羅一口氣 舉了更多的例子 如果再說下去的話 其實連時間都不夠了 以色列人其實圍繞耶利哥 都是恩著信 我們早前主人才說過 這個耶利哥城 真的圍繞就可以想那一道牆 有沒有搞錯 那一道牆是世上最堅固的城牆 他們是憑著信心 因為相信有神 所以得著這一切的應許 所有這些事師 所有這些先知偉人 每一個人都在信上面 堅定站立到最後 然後得著神的賞賜 但是他們都未得著更美好的應許 因為還在前頭 這一切更美好的應許 都指向基督 並且基督要再來 當耶穌基督再來的時候 一切從古道今 所有人所盼望的更美的應許 就會實實在擺在我們眼前 所以我們要用信心堅持走到最後 直到我們見基督的面為止 我們一定會再見我們的主耶穌 而且到時 祂是更美的基督的樣色出現 祂是我們更美的中寶 祂是我們更美的祭司 祂是我們更美的新約 為了這個體見 為了這個信心盼望 甚至35節 有婦人得自己的死人復活 有婦人捉住這樣的信心 連死人都可以復活 不僅可以看見將來的事 將將來的力量帶到今天 甚至連死人都可以復活 也是因為這個信心 這個更美的體見 所以人可以仰望 盼望更美的復活 35節後面 所以這些人 就是因為存在這樣的信心 他們就忍來忍受這些氣囊 鞭打、捆鎖、奸禁、磨練 被石頭打死、被鋸鋸死 又在山頂裡動於當中受苦 各處奔跑 其實這些人是美好的見證人 這些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 不是他們的話 今天這本聖經不會傳流到我們手中 不是他們的話 今天福音不會進入到我們裡面 不是他們的話 今天我們看不見這個更美好的盼望 這些人可以負上生命的代價 告訴我們一件事神是真的 這個就是他們的信心 等於盼望我們都得著這樣的信心 讓這個信心 直指向將來更美的家鄉 盼望我們的基督 早早的再次回來在我們的當中 這個就是我們的信心 所以我們的人生是不斷向前的 這個更美的信心 更美的可見 可以讓我們勝過試探 也都勝過一切的苦難 因為苦難 與將來盼望更美的榮耀相比 就不算是甚麼 等於今天我拿了你的銀包的錢 但明天我給你十億的時候 今天你的銀包裡面的錢 算得甚麼呢 是吧 我給你 毫了給你 連毫子都刮青給你 是吧 不要緊 因為明天就有十億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信心 今天我們所面對的一切的困難 一切的苦難 與將來的榮耀相比 就算不得甚麼 但我們要用信心 才能看見將來的榮耀 神是有真有活的 願祂幫助我們得著這樣的信心 Amen Amen 神是有真有活的 神是值得我們去敬拜的 今天我們知道 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 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那我們呢 我們信嗎 以一群信心的偉人 用他們的血 用他們的生命 來告訴我們 神是真的 神是信實的 我們相信嗎 好嗎 我們這一刻一起 利用這首詩歌來回應 是呀 我們真的要相信 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這樣堅實的相信 神是可信的 天賦創造世界 天賦創造世界 我相信 我相信 耶穌師裡復活 我相信 神靈主在我心 我相信 神給我 寶貴之大能力 你算一算嗎 我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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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是 神 永遠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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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的名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神我们真是相信 主我们真是相信你 我们在一个信心上我们要有份 我相信天父成交世界 我相信耶稣是力复活 我相信圣灵主在我心 是给我宝贵极大能力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实 永远的圣君王 我敬拜 告知耶稣基督的名 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耶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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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活的能力 耶稣是主 是我们真实的相信 耶稣是主 耶稣是主 万事要归拜 万口承认 耶稣基督 世界的主 耶稣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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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岑 老归拜 冲阀事 戏造沙 Mighty services I believe 我相信耶稣是真神 永远的神君王 我敬拜 告知耶稣基督 你命超乎万民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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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命 是主我们敬拜你 告给你的名 你的名超乎万民之上 主我们相信你 主你是独一的主 你是永恒的主 你是那位信实的主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给我们这么大的应许 你说我们可以 去到你的面前 我们可以跟你互动 我们可以来呼求你 主你会来应允我们 主多谢你给我们今天的应许 你再一次跟我们说 人非有信 就不能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上次那尋求他的人 主我们多谢你 多谢你 我们可以这样去到你的面前 因为耶稣 你为我们开一条 又生又活的路 我们可以去到主你的面前 主我们说 我们相信你 我们相信你 你不单止存在 我们相信你说 你是 You are You are everything we need 你就是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我们相信你 多谢你 你会上次寻求你的人 主我们要来寻求你 多谢你给我们如此美好的恩典 你要来上次我们 你要给我们去经历 你是如此的真实 主我们多谢赞美你 你是如此的好神 主也多谢你给我们今天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我们见得到 有这么多这么多 以前在古代的见证人 他们都一个一个用他们的生命告诉我们 神你是真的 我们凭信心可以看见 又经历神 弟兄姊妹 让我们现在先一起回想过去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怎么样呢 过往呢 你有没有试过呢 都是因为你凭信心回应神的话 一步一步去跟随的时候 或者去信服的时候 你就经历 神真的是真的 祂是信实的 我们一起回想我们过往的生命 我们的经历 我们都要来献上对神的感恩 不单止古人他们会经历到 我们都可以经历到 所以这一刻呢 我都要请大家去回想 去感恩 特别我想都请同工可以预备 我们一会儿可以一个一个出来 我们去做见证 去感恩 我们过往呢 怎么样呢 因为信呢 我们都经历神是真的 我们因为信呢 去看见神 我先去感恩 我呢 去为主去做见证 是的 当神去呼住我 去凭信心呢 去回应祂 去到中东的时候 我经历祂是真实的 祂呢 真的呢 去供应我 去保护我 保守我 去经历到 祂听我的祈祷 在那里呢 在国外呢 我大大的经历祂 祂下救恩呢 祂每一次我去呼求的时候呢 我见到呢 就有穆斯林去归主 我感谢主 我又感谢主呢 当我为到婚姻去祷告的时候呢 就说祂要为我预备的时候 我凭信心去等候祂 祂就让我经历得到呢 祂真的呢 祂从天呢 祂好像 祂赐了一份礼物给我 我不需要自己去找祂 就带到呢 我去到呢 祂为我预备的 另一半的面前 神是真的 哈利路呀 因为信我们可以经历神 好 我请呢 预备好的童羹 我们一个个出来呢 我们去向神感恩 好 我要来感恩 神是真的 当我呢 相信呢 神的医治的时候呢 神真的大大医治啦 医治呢 我大女圈恩的 O型脚啦 就在祈祷里面呢 神就是这样医治 神是真实的 当我相信呢 祂的医治 临到我的小女的时候呢 我小女呢 这个的三级的 烧伤的手呢 都被医治 所以呢 神是真实的 当我相信祂就必得了 阿们 哈利路呀 I'm also really thankful for God how he's providing for our family giving us such a wonderful daughter giving us so much joy in our life and so it's really a blessing to have God and see how he's actually protecting us as a family in this epidemic Praise God 哈利路呀 好 我感谢神 我之前呢 在上华呢 有一层楼的 但是因为呢 那时候教会要搬去荃湾呢 所以我就买了一层楼呢 跟了教会去荃湾 到我们今次呢 在新裔 是回来中上华的时候呢 我其实呢 就期待呢 看一下 阿神你会怎样去带领我呢 我很感谢主 神终于呢 赐了一个地方呢 给我 距离教会之后 两分钟的路程 我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呀 我们感谢主 他呢 真是呢 他上次寻求他的人 他是听我们的祷告 他是呢 赐福给我们的主 他给我们经历呢 他是真实的 我们去相信他的时候呢 我们经历呢 他是那位去供应我们 去保守我们 去医治我们 带领我们的神 哈利路呀 弟兄姊妹呢 你们都一样的 这样去回想 过去神秘你的恩典 每一样呢 在信心里面呢 他寻求他给你的赏赐 我们呢 将一切荣耀众赚 去归给神 今天呢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我们的信心呢 要不断地成长 刚才呢 牧师去提醒我们 我们的信心呢 都要不断地去更生 所以呢 可能呢 有些时候 我们都会呢 去面对呢 新的挑战 新的困难 但是呢 感谢主 神 我们说呢 我们的信心呢 可以帮助我们 看见神 透过信心 我们可以看见神 透过信心呢 我们都可以胜过一切的艰难 一切的苦难 弟兄姊妹呢 我们继续呢 为自己去祷告 在这段的日子呢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呢 大家有没有一些困难呢 仍然呢 在面对着你需要呢 信心呢 去胜过的 可能呢 是你 特别是工作的里面呢 我知道呢 有些弟兄姊妹呢 都面对财源 或者呢 你还在找工作的 又或者呢 在你家庭 和婚姻的里面 有没有一些的艰难呢 又或者呢 在移类 面对你的移类 你的亲子的关系 或者呢 你会可能 为到呢 你的移类的学业呢 去担心 或者呢 你为家人呢 有一些的亲戚朋友 你很爱的朋友 可能病了 或者呢 你一路呢 还在等候呢 你的家人去信主 为他们去祷告 有哪些方面呢 你需要呢 神呢 赐你呢 一个新鲜的 信心的恩典 以至呢 你继续呢 可以在信心里面呢 胜过呢 一切呢 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忧虑呢 我们呢 去为到自己 这个生命呢 去祷告 哪一方面呢 你今天呢 仍然呢 你要信心 刚才呢 牧师形容 信心好像一把锁匙 要帮助我们呢 去进入 神的婴 去打开 神给我们 预备的一切的宝藏 去到神 预备的 一切的真实的里面 今天呢 你生命里面 哪一方面呢 需要这个信心的锁匙 我们向神呢 去呼求 我们会为到自己呢 的生命呢 去祷告 你可以呢 用方言呢 去祷告 为自己的生命 这份的信心 我们呼求 神呢 去呢 加添信心的恩典 给我们 是 为自己的信心 去祷告 哪一方面 你觉得 你信心又软弱的 你会有掙扎 有动摇的 你开心 用方言呢 为到自己的灵 你的信心 去祷告 主要我们呼求你 呼求你呢 你将信心的恩典 放在我们的 这些古人的 美好的生命的里面 我们就呼求你 我们呼求你呢 你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呢 好像呢 阿伯的信心 能够呢 在艰难的时候呢 都继续去献祭 可能在疫情的当中 我们的经济呢 就打击大主 你给我们呢 信心 我们可以坚持呢 去奉献 坚持呢 可以做十一日奉献 或者呢 按你感动呢 做更多的奉献 去按着呢 因为爱你的 回应的心呢 去用信心呢 去跟上 主要求你又 赐给我们呢 以乐的信心 与你同行的信心 就算呢 我们身边的人呢 我们甚至我们的家人 或者同事呢 他们都仍然未信主 但是主要你赐我们呢 以乐的 那个呢 跟上你的 同行的信心 以至我们 不管呢 身边一切的人 我们呢 单单来跟从你 我们又求你呢 赐给我们呢 罗亚的信心 就是呢 那个呢 敬畏你的 又愿意去信服你的心 去跟从你 以至呢 虽然在神人眼中 他很如绝 去起这个方舟 但结果呢 带来救恩 主要你帮我们呢 赐给我们呢 一份呢 信服的信心 无论呢 无论呢 你叫我们做些什么 你的话语 怎么说 我们就去做 主要你将呢 这份信服的信心呢 去加给我们 主要你又赐给我们 特兴致母来 阿伯拉罕的信心 如果呢 主要你呼召我们的 无论是职场里面 服侍的 或者是 你说我们在教会里面 兴起呢 做祖长去服侍你的 甚至呢 你说我们要全职 去服侍你的 主要你来感动我们的时候 你将这份呢 回应你 呼召的信心呢 去摆过我们里面 虽然我们不知道 前面的路怎么走 但是主要你 帮助我们 好像阿伯拉罕 一步一步的带领 我们就去跟随 主要求你又将呢 撒拉的信心呢 去赐给我们 去呢 去呢 不育 但是呢 他相信呢 神你可以 赐他 儿子 这份的信心 给我们特别知道呢 我们当中呢 可能有弟兄姊妹 经历过呢 小产的 可能呢 还在这些伤痛的里面 主要我们呼求你 将呢 这一份的信心 给我们 我们相信呢 主要你仍然能够 神迹 你可以呢 赐我们呢 孩子 我们不要呢 望着呢 过去的经历呢 被核制捆绑 主要你将这份的信心呢 去加给我们 将呢 阿伯拉罕呢 他呢 去 去 有一个 叫 见到他儿子 能够 叫死人都复活 的信心呢 加过给我们 以至呢 我们面对呢 我们身边 我们的亲戚朋友 有可能他们当中呢 有人面对着疾病的困苦的时候 主要你给我们的信心 为他们继续去呼求 神远你的医治要临到 因为你是呢 各位呢 是死人都复活的主 只要呢 你 你愿意的时候 主啊 你可以 你可以 奉耶稣的名呢 主啊 你要病呢 都要退去 你将这份信心 摆过给我们 又将呢 以撒雅各 摩西的父母 他们的信心给我们 以至呢 我们可以 为到我们的孩子 去祝福 给我们知道呢 我们的孩子 在神里里面的命定是什么 我们就去相信 我们就去栽培他们 以至呢 他们可以成就呢 神里给他们生命的命定 我们不要眼睛呢 看着他们现在 他们的 好像不听话 或者他们的 不能够 但是主要你帮助我们 在信心里面 去祝福他们 我们呢 不断呢 口出恩言的 去祝福我们的孩子 以至我们 见到呢 他们不断的成长 在你里面呢 蒙恩重 我们求你呢 再给我们呢 摩西那份的信心 那份呢 愿意呢 受算受苦呢 都不要享受 罪终之乐的信心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以至呢 我们面对一切的 试探的里面呢 或者呢 在这个世界的 吸引的里面呢 主要我们说 我们呢 单单呢 要来 去祝福神力的 国的信心 是啊 在我们 好像呢 一切都 我们面对艰难 好像没有出路的时候 我们宣告呢 主要 你是那个呢 叫红海都分开的神 主要你来帮助我们 给我们有这一份的信心 好像以色列人的信心 可以呢 他跟着你 见到呢 你会为我们 分开红海 你会呢 叫我们呢 为我们呢 叫耶利哥成呢 都倒塌 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一切呢 还潜入我们的偶像 我们依靠你的时候 我们一切 我们都可以呢 能够得胜 将你将呢 一份呢 信服的信心 一份呢 可以呢 你叫我们 一份 mission impossible 都变成possible的信心呢 摆过在我们的里面 无论呢 我们遇到什么的试探 什么的迫白 好像很多很多 在我们的里面 弟兄姊妹呢 一刻呢 我邀请大家呢 去听这首的歌 这首呢 是好像将 希伯卫斯十一章呢 去写出来的歌 我们再一起 在一个灵的里面呢 我们去默想 我们去知取呢 我们去求神呢 给我们一份的信心的恩典 Hallelujah 累 我 幸福 他们 我 我 没有 那么 recruitment 我 我 我 要 我 手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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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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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一同联合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